哈喽大家好,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搞不清楚我们的猫咪在选定到去新家之间需要做多少准备工作 在Golden我们一般是用预定的方式来预约一只猫咪 因为说繁育它不是流水线,所以我们很难做到实时有猫 在我们这边猫咪供不应求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态 当然也存在退役的种猫,包括个别可以指定的小猫会释放出来 但是不论你是预定家长还是指定家长,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 猫咪在65到70天之间我们会给它们开始接种第一针疫苗 三针疫苗接种完之后,小猫大概是在三个半月的时间 那么在接种完第一针疫苗稳定好之后,我们会对猫咪进行一个整体的拍摄 包括素材的整理,每一只猫咪我都是亲自去写它的介绍 那我们在释放猫咪,我们所有的家长都是线上六图的方式来选择猫咪 我们会建议家长在看我们的六图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六图是尽可能的撇掉了情绪化的部分 然后尽可能的以理性的方式去展示它在花文,在骨骼,在头版的优势劣势 包括我会用文字的方式去描述它的性格特征 然后来让家长评估一下它性格里的这些特征你是不是可以接受 小猫在释放之后,家长完成选猫和付款之后 我们会同时给小猫开始进行第二针和第三针的疫苗接种 那我们在第三针疫苗接种完,72小时会带小猫去医院进行一个抗体检测 在我们拿到抗体检测报告合格的结果之后 我们会在沟通家长安排小猫陆续的到新家的工作 如果我们拿到的报告显示说这只小猫在某一些指标项抗体表现不是很OK 我们会进行第四针的接种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除了抗体检测报告呢 我们还会同时准备好猫咪的三份合同 其中两份都是跟购买预定金支付相关的 那有一份是猫咪的健康确认书 除了合同以外呢,猫咪在去新家之前 我们还会为家长准备好一个我们的药品包 这个药品包是我们绝对不会对外销售的 我们只有自己的家长会免费获得这个药品包 那药品包抗体检测报告合同 包括血统证书 这些都会在小猫到达新家之前发到家长的手中 那如果个别家长需要跟我们申请五代血统证书 甚至是带芯片号码的五代血统证书 家长可能需要单独付一笔费用 这笔费用是我们用于向提卡申请五代血统证书的开具 那家长在等待几天之后 就可以拿到自己猫咪的五代血统证书了 那现在呢,我们有一批小猫要去新家了 他们已经完成了三针疫苗的接种和72小时的稳定观察期 今天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带小猫做抗体检测的现场吧 今天去给出发前的小猫做抗体检测 叫医院哥 哎哟 叫医院哥 我放一天去 那我天那一天 我全掉了 这是小红色吗 这叫小红是吧 小红色在这上 看一看 连吃肉之后都在拒绝的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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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